华为顶级旗舰新机Mate60RS于9月28日正式开售 9月29日,记者实地探访了位于北京王府井的华为超级Mate馆 该展馆现场展示了近期发布的不同颜色,不同型号的新机型 吸引了不少顾客前来参观 今天是双节假期的第一天 我们一大早就做好了迎接假期客流高峰的准备 今天录演现场一共安排了几十位工作人员 负责简解产品为顾客答疑 在十点正式开始前,我们录演现场门口就有不少顾客在排队等候了 今天的课流量确实非常大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一款就是我们Mate60RS非凡大师这一款产品 那我们这次是支持一个双卫星通信的 在没有地面网络的一些情况之下 也是可以去打电话发短信的 我们想要去图过旅行啊,然后去这个野外作业啊等等 就可以用我们这台手机去给自己的家人啊,给朋友啊,报一个平安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这个功能就是它的这个天通卫星通话和北斗消息 我在很多地方旅游的时候,尤其是在沙漠里,很多地方都是没有信号的 工作以后也是会出差很多的,就能很方便的与人进行联系 如果出现了危险的话,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救命的 我的个人感觉就会非常的安心 我的印象中十年前用的可能还是按键的手机 随着这个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通讯技术的不断革新 可以将手机作为一个卫星终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质的推运,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对我的工作生活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节假日消费者外出休闲购物的需求有明显增加 当日到店参观体验的顾客中,有不少是对电子产品感兴趣的年轻用户 今天上午10点开门,截止到目前两个小时 我已经接待了大概几十位客户 我们这个魅特伦2S是这星期发布的 客户对它的外观还有卫星通话的功能特别感兴趣 目前它的预定热度也是比较高的 平时大家工作忙可能更多的选择网购 随着假期来临,大家想出来走一走 走到实体店逛街的需求明显增加 尤其是年轻人,对电子产品关注度比较高 刚刚还来了一位从外地来的年轻人过来参观 现场体验完跟他朋友一起预定了一台 现在依然还有很多顾客在咨询 今天预计会迎来一波预定小高峰 我之前比较喜欢摄影 然后在购买手机方面就对摄影方面比较重视 这个抄角功能就拍远处的东西也要比较清晰 这个新技术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了这不一样的改变 平时需要做病例 然后需要拍图片 对摄影要求还有照片的还原要求比较高 所以今天就是来体验一下这个手机的摄像功能 之前会有一点摄长 跟三年前相比 各种方面上都有实质性的突破 特别是影像还有通讯功能 也反映了我们中国企业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 希望中国企业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